一人鸡排妹尾牙遭到性骚扰 事件越演越烈 时隔三日她首次证实 29号是受邀游戏公司尾牙主持 不但被该公司老板性骚扰 要求亲一下 还被同场演出的男歌手翁立友吃豆腐 甚至对方还脱稿演出 让她一起合唱广岛之恋 她说自己在舞台上被翁立友摸屁股 对方还说她表现不错 要为她开一间公司 简直就是一场地狱尾牙 她还说第一时间不敢公布是哪家公司 原因是因为在尾牙现场 看到主桌坐了好几位疑似黑道的嘉宾 面对指控翁立友所属的经纪公司回应 演出的艺人都洁身自爱 没有任何绯闻 也有贴身的助理全程录影 只字未提翁立友让鸡排妹无法接受 才会决定公开说清楚